各位好 我們就開始吧 招片在這裡 那我們看到的是一個高明度對比 色彩各種都有 明度都有 H 從這邊到那邊也都有 那我們要怎麼去假設它的困難在哪裡 我們先假設它的明度對比過大 所以我們把明度的這個問題用色彩 跟H 來解決 OK 那基本上我們做這樣的一個圖 找這樣的一個圖片就是 應對上次Julie所提到的那隻貓 事實上是一樣的 明暗之間差異過大 你會畫起來像什麼 像剪貼的像皮影系 來 我們把色彩先放進去 首先我們如果顏色我的顏料是這樣 從畫布上這邊開始畫的時候呢 它會往下流 所以我們先從上面的顏色去想起來 去設計 首先你會看到是一個冷色的 一點點冷色 所以你給它一點點白色 很均勻的 Serenium Blue 那為什麼不用Fetal Blue呢 因為Fetal Blue它的色溫 會差異非常大 如果你們現在看到調色盤 這個都是 Serenium Blue 那我弄一個 Fetal Blue給各位看一下 這是Fetal Blue啊 如果用Fetal Blue你會看到 太多了 我弄一塊Fetal Blue進來 你可以看到兩個 非常明顯的不同 這個的明度差異很大 其實我們要的天空是明度差異很小 所以我們用 Serenium Blue 那兩個人的所謂的冷暖呢 其實是我們可以自己去設定的 也就是說 Serenium Blue跟Fetal Blue 它其實都是冷色 你看如果把它調夠多的白色的時候 它其實兩色是一模一樣的 OK 好 有天空了 再來慢慢變成高彩度的色彩 你會看到這裡有霧狀區 可是霧狀是建築在什麼 在色彩的上面 也就是說我們利用畫布的凹洞 讓色彩先進去 然後再刷上白霧 這就是一個油畫畫布特有的現象 好 這是一個 我們現在看到的這個黃色 一點點的 KDM有了Deep 好 那我已經把整個面積都用得差不多了 所以這個地方實在不需要那麼大 好 我們待會呢 用一個紫色 而各位常常看到我在做這個的時候 你就知道這樣的一個面積 其實就剛好是這個的面積 所以如果做過大 你下面就沒辦法做了 可是沒有關係 因為這一塊呢 這是高彩度的 因為我都沒沾到白色 待會可以用到這裡 好 所以不用擔心 所以我調色只要調到這一塊就可以了 這個呢 後面我再去加 Fetal Blue就可以了 這就是一個你可以變通的方法 好 那這個山呢 是一個暗面的山 所以你用暖色 因為它是凹陷的 所以你用暖色的 Altramarie Blue 它也是一個暗色的凹陷進去的 所以你用的是一個 Alysian Crimson 所以它會形成一個紫色 是一個暗面 那它因為它很遠 所以它要很遠的關係 它是帶一點點灰 你加了一點點 Terra Auxerate 我覺得這個顏色不是Terra Auxerate 所以 我看得出它是Alysian Crimson 所以我再拿一點Terra Auxerate 擠出來 這才是Terra Auxerate 畫久了你就曉得顏色 擺的位置不對 或者是剛才刮的位置不對的時候 你就會了解 然後我們現在Terra Auxerate Terra Auxerate 是紅黃的混合色 也就是卡比色 如果你加夠多的 現在我們加了一個Altramarine 那麼它就會形成 這個灰灰的顏色 我剛忘了設時鐘 不過我找到一個方法 就是用手機來定時15分鐘 好 我這樣開始 這一節可能會是七八分鐘 待會叫的時候就是15分鐘到了 然後我就再做下一節 這樣就沒有那個數 30、45的限制 要休息就可以休息久一點 你看這個筆就沒洗乾淨 但有沒有影響 沒有 西世紀的好處在這 你看還是軟軟的一支筆 甚至你現在把那黑色洗下來 還是可行的 這應該是前天畫階梯 在森林裡面的那一張 可能最後那幾筆畫橫向的時候沾的一個黑色 好 那我要確定它洗乾淨 因為我現在要來做一個 最後面的水瓶 也就是快條線濕點霧 然後再來一個平面 好 我現在要做的是那個平面 好 我這樣檢查 這個可以看到 這樣檢查就知道它乾不乾淨 那現在乾不乾淨是其實並不是非常重要 因為我們高彩度的HWM都做在最後面 那現在只要確定它沒有有一塊色彩 是單獨的黑啊灰啊 粘在這上面 那麼就可以了 好 這個就是我們現在沾的顏料 看得到 然後把這個西世紀的一 沾到一邊以後呢 你把它翻過來 好把它刷過去 你看它就流動了 好 那我平常也是這樣刷 有時候這樣刷 你越早接觸的地方它流動越多 然後你看它隱約了有一些 色彩的不均勻的地方 那很多人就會去把它塗均勻 其實那就是你 你故意的 就是讓它流動的地方 好你要盡量讓它沒有比出 然後它在流動的時候你再刷過去 好 這很可惜啊 待會我們就 不知道什麼時候會用到 我剛剛調太大塊 好 那我們現在是不是要接著畫黃色 不用啊 為什麼呢 因為這個黃色如果你畫在下面 馬上這個天空就變綠了 因為兩個都西世紀非常多 所以你要去思考說 我怎麼讓顏料 因為我這個 這個最主要的原因是 這個的色塊 沒有辦法去做出紙 紙 它叫做bumper 就是讓它流下來 停止的這種空間 所以你既然沒辦法 就是把另外一個顏色 現在放進去 放在比較遠的地方 那麼中間流出來的空間呢 就是它的暫停區 這個部分 就是和它們的暫停區 寬移區 大概類似是 我現在表達大概就是這個意思 第二筆呢 開始要有一點 霧狀 要有一點bumper 所以你可以看到這個綠色大概 這個芒草的位置大概在這裡 所以 讓它位置到這裡來 然後這邊山比較高一點 往上再一點 各位可以看得出來 這明顯就變霧狀 對 跟這個非常接近 所以如果我要利用這個 我其實一直說上去就是霧狀 但是不是 因為我這邊還有一個西洋的余灰要放進去 所以等等 我們先再來做這個東西 好 那利用這個濕的時候呢 我們把筆再洗乾淨 這時候呢 我不能用西式劑讓它流動的方式來畫 那個太陽的余灰 我必須把西式劑弄乾 為什麼 因為我不能讓它流到紫色的地方 那筆呢 也必須不能用橫向的 這叫橫向 我必須用縱向 否則的話兩個顏色就會混在一起 那這個筆要乾淨一點 因為它是高彩的 你看像這樣就黑黑的 如果我畫下去 那這個就 這張畫大概就已經結束了 所以對我們的西式劑啊 怎麼樣洗筆啊 怎麼樣讓它在 這個西壁桶裡面 西壁桶裡面有很多孔 怎麼讓它滑動的時候讓它原料洗得很乾淨 那怎麼去檢查 我剛才刷的是在這裡 這個位置 來 現在沒了嘛 對不對 那這樣的話就是代表乾淨 那我又把西式劑剛才擦掉了一點 所以我只要沾回去一點點 這要清停點水 然後你沾完以後你把它轉過來 再回再去沾原料 你記得我們這次就不是在那邊滴滴滴 滴到沒有西式劑 所以它本身的量就少很多 少很多 好 從中間開始 那某一部分它已經乾掉了 所以你就盡量貼著旁邊 不要去碰到邊緣 很難嗎 也許很難 但是因為你現在是縱向嘛 你不是橫向的筆 所以這面積已經小很多了 你可以很容易控制 那因為 為什麼要來來回回 就是它是一個 一個平 快條線濕點物 然後平面 這屬於一個平面 那既然是平面它就不會有H 不會有筆觸 有筆觸它就空間就拉近了 這時候我們筆一直往下滑 往下滑你就不要再滑回去 否則你的這個顏色顏料 它就會帶上去 你看我現在把它故意帶上去一點 形成山的形狀 然後這個光韻還有一部分 韻下來 就像你們現在看到的這個照片一樣 所以你看很簡單 這邊這個色彩區 你就一直維持色彩讓它進來 這邊呢 待會兒有個太陽在這 所以因為強光的關係呢 照到了很多霧狀區都會產生在這 那待會兒呢 用白色再去帶一次 它就很簡單的夕陽 對不對 對不對 或者是 這個應該是日出吧 這個日出 日出 就 這個太陽 就講太陽 它就會顯現出來 那你可以把顏色帶上去一點 然後雕刻出它山的形狀 好 山一定是 一個高 有凹凸 所以它不會是平的 很快的你就已經 找到了 這個整個山的一個感覺 再來把你的筆 因為你這個顏色要繼續帶過去 所以你可以沾一點點 原來的這個 我們剛剛調的紫灰色 然後把這個地方的筆觸 讓它消滅掉 那因為那個兩個顏色是完全 一個明度跟這個的明度差異非常大 所以你很容易做出這個 但是它又帶有一點點黃色 你如果壓 用力壓 它的筆 你看這個筆毛的上面 筆毛的上面 有看到 你壓下去以後 黃色就會出現 所以 當你畫越上面的時候 你就壓越下面 你看它的黃色的光線就出現了 然後 扇形筆 這個筆叫扇形筆 這扇形筆它有一些 滿奇特的功用 不管它畫多久 包括一個毛 已經掉光了 或者掉的差不多了 你都不需要把它扔掉 因為你往後你就會發現 不同的面積的這種色塊 它是需要 你這支扇形筆去創造出來 到現在為止 你們看到這支筆 它如果仔細去算 它可能 次數非常非常多的 在這個同一個面積裡面去滑動 目的就是讓你看不到它的筆觸 那把筆觸留在光下來的地方 讓它變得很銳利 所以如果以這一塊面積來講 其實最黑應該是在太陽 照過來 暗面的這一塊 也就是這一塊 就是大自然的一個現象 所以你們要記得 明度 我們剛才講的是 我們用色彩跟h 所以我們把明度的這個東西把它淡化 意思就是說 這太陽不要那麼亮 這個盲草堆不要那麼暗 那個情況下我們就要去了解到 怎麼樣用色溫色彩以及h 去產生不要那麼亮 但是它其實是那麼亮的感覺 所以這要解決我們視覺上的困難 即便沒有困難 一個藝術家的眼睛 應該要去創造出一些 跟平凡人看的東西 不一樣的東西 他之所以看到不一樣 他要有自信 不能今天看到的不一樣 明天也看到那個不一樣 但是呢 前後並沒有相關 他需要有相關的話呢 就需要有一個原則 他看的東西之所以不一樣 是根據什麼 它產生的不一樣 我們很幸運 已經有人去研究說 如果你把它視為是一個解決困難的話 那麼它就會產生 一系列的不一樣 這一系列不一樣 它就會非常有序 有順序 好來我們把這個白色的物狀具放進去 剛才的藍現在用得到了 你看我們筆都沒換 還是一樣 我又往這邊它顏色越白 好 再來加一點白色 其實是灰灰的 那你可以看到有幾個 這個往這邊就溫暖 色彩就更多 這邊比較白霧 那我先把白霧狀做完 等於我再加 漸漸過去再加色彩 這就形成這個山底部的霧狀區 也是一樣 在這一塊先集中先畫完 因為 越畫你的 越灰 這筆會 這支筆會越來越 越多底色 那越多底色就越來越 淡 它的霧呢 是從下面往上升的 我相信大家都知道你們 煮東西啊 山蘭啊 你們很少看到霧從上面下來 霧都是從地上上去的 所以 上面的 比較明顯 比較明顯一點 好 來我們開始加一點 這個叫做 quenacridone rose 然後我加一點冷藍 然後形成了一個 紫色 這個紫色呢 就是我們剛才講的 這個畫完了 然後呢 再來就是從這裡來雕刻 這個紫色 雕刻的意思就是 這個山的形狀被你雕出來 然後呢你用你最薄的 應該講說輕輕的 我要想想一個形容詞 也就是說讓你的筆觸更柔和 在你 因為它遠了嘛 你更柔和 然後重複性更多 然後微微的雕刻 雕刻出來你的遠山的 好幾層的遠山的形狀 你看我現在要雕一個 那這樣越雕什麼 越柔和 筆就不要再沾顏料 你再沾顏料 它就失去它的一致性 但是你可以把 把原來的顏色變什麼 溫暖一點點 我們剛才是一個 冷紅的 quinacridone rose 我們現在加了一些 Cade rate 就是Cadian rate 這是屬於中性的紅色 好 那麼跟你講 它的意思就是說 這個山已經離太陽很遠了 這是在山的岸面 變溫暖了 我們剛才在講 溫暖是代表什麼意思呢 溫暖就代表凹陷 那就凹進去 更遠了 好 因為它已經找不到 看不到光線了 所以它會形成這個感覺 然後你要把這個顏色呢 帶到下面的色塊 你有沒有看到這裡的人 它都有這樣的色塊 你看它這裡的芒草 也都有這個色塊 那為什麼會有這種現象 這叫做色彩的溢出 我們不是只有畫人像 我們人的岸面 跟背景相同的時候 會有色彩溢出 這個也是一個山 這邊比較亮 這也是山的岸面 山的岸面 你跟你的背景 這個就是它的背景 不是天空 是這裡 因為它山結束的 是在這裡 那一樣它會產生色彩的溢出 那這樣的話呢 就不會好像剪貼的一樣 你畫的東西 它是同一塊東西 因為某些色彩呢 溢出到哪裡 溢出到芒草 好 很好 這個鬧鐘響了15分鐘 好 我們下一節 再來 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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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見